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落實降準,後回吐吸納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175點 收報26,690點 成交接近1,000億,有998億 今天港股在高位爭持 收市之後,內地公佈 會在9月16日落實降準 其實降準這件事情 本身在兩三日前已經有風吹出來 9月4日,內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 已經說到會運用普遍降準 和定向降準的政策工具 市場當時已經有憧憬 當日有兩個憧憬 第一個就是降準 另外一個就是中美重新展開貿談 說在10月初就會重新展開貿談 兩件事一起一夾之下 加上本地,林鄭就撤銷了這個逃犯條例 之前的港股已經升1,000點 幾件事合起來 形成港股就飆了上來 大家看恆指的這幅圖 飆了上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連續三日 收於8月19日的高位26,356點之上 技術上高,連續三日收於其上 確認突破了 變成一個頭肩底形態 原本沒有這些事件之前 即是9月4日之前 這幾天 其實今星期一的時候 我仍然覺得沒什麼機會 因為那時候 大家知道本地政治也有些問題 也知道外圍都說 還沒談到這個貿談的問題 對9月召開會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渺茫 再加上當時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亦都沒有說說會降準的 所以當時覺得 抽信是機會低 但是 剛才那幾件事發生了之後 就刺激了大思想 我覺得當出現了事情 轉變了的時候 大思想來配合了這些消息 出現了這個突破之後 昨天其實也跟大家說到 大家就不要有這個抵觸的情緒 應該轉回來就看好了 如果照現在確認突破之後 短線的趨勢就轉回綠燈 綠燈之後 照這個頭肩底的量度升幅估計 是可以去到27,800區的 由於這幾天升了很多 今天消息就獲得證實 落實了之後 可能會有一點技術性的調整 如果你形態上高 也就是有一個後抽 如果後抽的話 下回到26,356點 這個區域 的話 就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然後就上網27,800區 由於今天其實最高 昨天已經是 已經是碰過了 高過了 這個前浪底26671 今天收在26671之上 收26690 如果連續三天 就是之後 如果繼續收在26671 總之之後一段日子 收在26671之上 這樣的話 中線也都要由紅燈轉成黃燈 其實這個昨天都已經說了 因為走勢上高 是有些變化 這個變化不只是在香港出現的 也不只是單一個說 降準這件事情 利好中港股市的 還有中美貿談 美股也都飆了上去 一連串的避險情緒 是降溫所造成的 好了 我們看看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 一樣是連續三天衝了上來 也都像一個頭肩底形態 量度升幅目標 都大概是10,700 10,800左右 10,700 如果它會回吐的話 回吐下來 8月23號高位 項線位 10,220區的話 如果回吐下來的話 就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可以上網10,700 同樣 原本這個是成立不到的頭肩底形態 由於這幾天出現了 剛才上述所說的幾個消息 刺激了它 衝上來之後 大家不要有抵觸情緒 可能有機會回吐的話 都是要看好的 內地股市 相反 其實如果你看上證指數 就是上未正式突破這個箱底的 如果你看深淨成份股指數 它已經是連續第五天了 即是這個星期一開始 一、二、三、四、五、五天都收在項線 項線位是7月2號高位 在九、五、六、零之上 連續五天收在其上 確認了突破 量度升幅目標 起碼去到10,500區 又是後調整就吸納了 即是後抽的時候 是一個買貨的機會 短期來看 就是你看到昨天 已經是好像四億之星 今天上高 就是一個長腳的十字星 可以說是吊頸形態 即是說去到反彈了那麼久 持續上來那麼久 有少許有機會回吐 所以我就說後回吐才吸納 那就理想一點 回吐大概9,600這些水平 就可以想的了 接著上網10,500區 如果說上海股市 還是深圳股市強一點 當然是深圳股市強一點 所以理論上高 就買深圳相關的股票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買ETF的話 就要護深300指數 即是包括深圳那邊 就可能好一點 但是一件事 就是現在說公佈了 說會降準 降準最有利是什麼 那些內銀那些 那些就是上海那邊 上市多一點的 所以星期一看看 是不是這個上證指數 有得追落後 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突破了 恆子突破了 可能我就說等回吐 然後吸納國企指數 等回吐 深圳成分股等回吐吸納 上證指數相反是未突破的 沒有理由等回吐 所以這個 這個指數 今次出現了這個降準 這件事情 會不會就是借機 它就衝上去 就是它會追回落後 看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剛才說到 其實有幾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利好這一個 就是整個大市有得轉回做好 但是轉回做好 要知道 是中資股 強過本地股的 本地股份 都還是弱的 剛剛 香港 都是被降低評級的 衛羽將香港的評級 從AA加 下調到AA 展望就是負面 好了 也就是反映本地事件 對香港的經濟 對那些股份有些影響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這段時間要買 就以這個中資股為主 因為它也都降準 中美貿談也都準備說 有機會在10月那裡召開回談的話 有機會就是好些 起碼氣氛上高是這樣 所以如果9月份 即11國慶之前 這個國慶行程 就以這個內地中資股為主 這個短期的投資對象 先上網 剛才說的 恆指就是27,800 這件事也都配合外圍的走勢 你看到中資股好些 如果外圍來看 你看道指來看 這個環行區頂部 衝了上來 所以也都是轉回做好些 標普500指數也都衝了上去 所以美股也做回 環球的局勢 雖然有些繼續會有陰霾的 例如英國脫勾問題 例如美國是否經濟衰退的問題 但是短時間之內 現在這一段日子 如果說外圍 就是聯儲局在月中議息之前 就估計會做好些 因為會炒上市場 會衝勁它減息的情況 所以美股衝上來之後 要注意 如果這裡是一個密集區 突破了之後 照量照度的話 標普500指數是有機會再創新高的 再說一次 標普500指數有機會再創新高的 導致再回覆上去 也都有機會再創新高的 所以市場有個轉變在這裡 如果你看到債息避險的情況 也都看到市場對避險的情緒降溫 美國十年期債息近來 由早幾天 跌到1.43厘米 1.43厘米 現在上來 挨近1.6厘米 挨近1.6厘米 其實都反彈得很多 意味著那些資金由債券流出來 去到一些風險資產 例如股份那裏 就是對前景又稍為樂觀一點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建議大家 就是說 現在落實降準 其實挺好的 有些東西轉變了挺好的 就可能 因為升了很多 極短線就升了很多 後翻調整 然後吸納 就恨止 大概上萬 27,800區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